這題目是我們在審議之前講的,但一直都沒有講的 大家一位很熟悉的台灣的女作家,Samo 你有沒有看過《珊瑚流浪記》? 有 《沙拉之戀》 有 大家知道她有一位西班牙籍的丈夫就是Hose 因為潛水時死了 這位外人死了之後,她很傷心 日思夜想去見她 又發生了一個類似我們最近看的那部戲 居麗夫人的事件 就是她要找靈媒和她去 找一個謀夫的溝通 找一個溝通 她在那個過程之間去學 她竟然是懂得怎樣去做這件事 就跟她一起寫信 就好像剛才我們說的《金城坦》那個案件 是 她又不是說上了身 就是她一個人在這裡 她好像跟別人聊天 自己寫一些東西 然後自己的手 又無意識地寫一些東西 那如果正常來說 你就會覺得她自己有些什麼 自說自說 但這件事本身是林青霞確認的 如果你看看林青霞她寫關於三毛 她確認了這件事 就是《滾滾紅塵》就是三毛做編劇 林青霞做主演的 那她倆很熟 很熟 很熟 所以就證實了 真的的確有這件事 就是她一直跟她死了的丈夫聊天 但是阿紀圖剛才提過 就是很多時候有文貴 原來她有一次經驗 就是發覺 就好像類似剛才你這樣說 就是她問她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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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靈體 就問她 就有些什麼需要 她說她想找三個神父回來 就做一些儀式 我不記得是受死還是什麼 那當阿珊瑚提了這個名字 就是三毛的名字的時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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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物體就說 不要說不要說這三個 這三個是壞人 那阿珊瑚第一個意識就是 其實這個不是她的丈夫 這個是另一個人 因為她丈夫不會這樣 那她做的那個方法 就叫做筆鮮 就是自動寫寫 就是自動寫寫 就是近乎這個 符記這件事 是 她那個 她那個 很有趣的 因為當 那個 比如你用筆寫 的時候 你會看到 她基本上 我們很少留意這個位 她說 很多時候 有一種思維 其實是從這裡來的 不是從你的腦袋 不是從你的心過來的 是你的手裡 都有一種 叫做筑機 在那裡 所以 我們看那些 就是 這些 比如像 蔡司的 那些 都是用這種方式 來 用一個 靈異的 和靈異的接觸 來寫的 這些 文章 走出來 有時候會用打字 也是 打字 也是 因為打字 你會看到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 很多時候 你打字 你熟落了之後 你不是用腦來想的 你已經很快 你打的時候 那些字 立即可以打到出來 我沒試過 會的 尤其是我們寫作的時候 你會看到 你有一個概念 其實那個 是最重要的 有了一個概念的時候 當你下筆去寫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有時候 是你手中的筆 你的歌獎 那些東西 是多了些少 有些貢獻的 我 我就很不幸 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寫字 就是很理性的 不是 稱為田海 道犬入血 他這個 有趣之處 分別就是 從古文到白話文 看到就有這種分別 當你去寫白話文的時候 我們中國文字 由古文到白話文的時候 這種現象是更加多了 所以 有人都說 可能是 是來於西方的 那個恩遊戲 那為什麼會多了呢 其實我們看推背圖 都有一個關鍵 就是 現在我們看推背圖 你想學習 或者想學一種 叫語言 或者用文字書寫 去達到那個 好像你說 比如這本書 或者金聖炭 他們做那個 那個方式 做到語言的效果 最好去學習 或者認識這個推背圖 因為推背圖 第一 那個掛像 裡面那裡 六十掛 就是天干地支 另外那個版本 不知道六十掛的 另外一個版本 是多了 可能它跟六十四掛 那個掛像 就放出來 我們這個六十掛裡面 它最主要是十天干 十二地支 其實那盤數 就砌出來的那個叫掌局 但是呢 它的簽文那裡 就用四字的 四字格的東西 而那個頌文那裡 就用七字格的東西 四 還有七 即是四字格用四句 七字格用四句 那麼 這種呢 就有那種格式的那個局限 你去放些字下去 它那個東西 跟我們寫白話是有些分別的 但是它裡面呢 就是會引發到 譬如 就跟那個叫符基 不同呢 符基出來那裡 那裡 古時呢 金聖誕那些都有根格局 因為是古文來的 但是我又覺得奇怪 因為它說它是佛教的 是 佛教就照不符基 但是佛教呢 很多時候呢 那個有種的 其實那些是歌來的 那麼它那個那裡呢 你會看到 佛教在佛經裡面 看那裡呢 就有很多那些 做中文呢 那樣東西呢 它是有一個 譯了做中文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字數的那個 那個 整出來 還有評質 穩率呢 很穩定的 這樣出來 那麼那個呢 是一個 structure來的 一個架構來的 那麼 你如果這樣看 我們就這樣普通呢 我們看的時候 用字眼看呢 你都只是開啟到你的 那個叫做 二次元思維的那個腦袋 你去看 你只能看到它的平面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 這個時候呢 就是那些腦袋的 開發的時候 都會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 新的好思維 那個叫做 3D 即比2D多了 但是呢 就現在呢 我們都創了一個 叫做幾何思維 你可以更加立體一點 其實看的時候呢 那這種幾何思維呢 就放下去這些 這樣的運律 那個時候呢 那我覺得呢 因為我們 東方非碟學呢 就是會 會 用了一種方法 其實那個方法 是在足柔十三科 那裡的 就是 足柔十三科 是留下了 十三種 比如 咒啊 或符啊 或者怎樣 那些人體的 那個經濟的 那個氣的運作啊 這十三科 加上那裡 已經被人扔走了的 那些其他的科目 你預計呢 就是有一部 就是十三科 留在那裡 沒有留在那裡 我們可以用這種 這樣的格律 嗯 即是四格 七格 十天干 十二地支 找回到呢 是沒有了的那部分出來的 嗯 而那個 那個概念呢 最主要就是 來於一個 大的宇宙記憶 所以 這個叫做 他神智學會 那也是的 雖然說 這個 女教主 他說 他抄 但是他 他抄上來說 大哥 那時候都不是 像現在我們這樣 可以在互聯網下載的 他起碼要找到那些書 大哥 他得意在感 他那個抄呢 其實有時候 真的叫做抄紀呢 就是說 在那個叫做 比如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東方飛碟河 或者這些 捉油科 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捉到 一個方法 就是 或者你捉到 有一個叫做定律 就是說 如果 那些文 曾經出現過的 成了文的 縱使它燒了 但是它已經成了事 當然有成事的 那些東西 你可以用一種方法 幫他找出來的 那這種方法 那當然要怎麼找呢 有專家 那幾個都套合到 剛才的台長 他就馬上說 比如西方的 神智學會 去到人智學會的時候 人智學會 就是很講明 那是一個方法 找到出來 神智學會 就用一個叫 可能一種叫 感應的方式 他不是神智學會 會見到一個人 就是他 你信不信 不知道 他未必一定是見人的 總之有一種叫做天啟 或者有一種感應 他見不到有個大師 又跟他說些事情 好了 講完三毛這件事 三毛這件事是怎樣 這個我們將來都希望講 特別如果將來有機會 看到林青霞女士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問他 我可以幫你問 是的 因為我見過三毛 你見過三毛 是的 我見過三毛 還有是 因為滾滾紅塵 那天你見過三毛 那天是他自殺之前的 兩個月 OK 那他就說 他不止跟他這個丈夫 浩西交流 還有跟其他人交流 其中一個就是徐虛 就是很著名 如果他高分小小 大家有聲聲樂樂 但是我忘記錯了 是 他就說 跟那個 《塔女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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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無名事的 是一個無名事的 OK 他說 我很好 生活在一個光明平安的世界內 不用擔心 你幫我寫信給我的家人吧 很簡單 你可以懷疑 但是怎樣呢 就是跟著他寫了之後 那個筆跡 完全是除虛的筆跡 不是有三毛的筆跡 但是寫的是三毛來的 另外還有一封信 就是法文信 三毛就不懂寫法文 為什麼要寫法文呢 就是因為徐虛有個女孩 有個女孩在美國 也不懂法文 所以徐虛給他寫法文寫的 你試試看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就不試了 找回他的字出來 不是他說那個筆跡而已 是那個筆跡而已 就是我寫我就筆跡 但是我做了一個所謂筆跡之後 就可以寫了另一個字跡出來的 就是他這樣說 就是另一個人是上身 他不是上身 他不是上身 筆跡就是好像扶機那樣的 他不是上身的 他的手是自己動的 就是自己會寫出來的 那傳說就是 這個愛爾蘭斯人的 他老婆 就是跟他做些什麼的 但是有些人就說 他老婆騙他 我們不知道 但是在三毛這個案子 大家就能夠印證了 因為一些信在這裡 是 我們不即可找回到 不即可找回到 不即可找回到 那 識去人也都重見在 所以我們就可以 理論上我們可以 去核實這件事 那你又說回到那裏 就是 如果林晶霞 我們真的找到她的話 我想做一個實驗 就叫她去找回張大千先生出來 就寫身淑山劍下 那個 不是 因為 那不是說笑 因為那個是她主動 就跟徐克先生說 不如那個新淑山劍下 我應該找到張大千 去幫我們寫這個 扁圖的那個節目 那那個 是張大千的筆跡 如果我們再拍一個 第三集的話 整個張大千的一個 淑山的一個字 這樣也好 那這個呢 就看看這個 就是先不靈不靈 嗯 嗯 好了 那結論是什麼呢 我們第一個 就是看那個 在武漢那個字 那個字本身是 真的存在 它也有一個 辛亥革命的歷史 是 但是你說 黃興去做一件事 我們就覺得 完全是老作的 嗯 我只不過是做一個引子 引子是什麼呢 就是在那個 政治出現了一些 大的問題的時候 就必然去出現這件事 那推背圖也是這樣的原因 出現的 嗯 在唐治的時候 的而且我記錄過 袁天光和李淳峰呢 是合作過寫的那本書 嗯 嗯 好像是原書來的 但是那本書應該 現在流傳不到的了 嗯 但是後代呢 就有一本 有另外一本書 叫推背圖出來了 嗯 接著那些人就附會了 就是李淳峰和袁天光社 這是我對那件事的看法來的 嗯 但是是否代表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 推背圖 一定是 是 一定是 跟我們那個 政治的語言無關呢 那我覺得未必是的 嗯 因為你看到裡面 的確對有一些事情 一些重大的 一些 就是歷史事件 它是 似乎有一定的 一個 關系 嗯 是 那麼這個關系 究竟是 back day 即是說 那件事發生了之後 那些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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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去寫 還是真是一個語言呢 那麼 那作為神秘之下 我就保留了那個 作為一個語言的可能性 為什麼呢 就是我始終解釋不到 為什麼那些人要用這個方法 去做那個 就是 歷史的紀錄 嗯 有些人就說 這本書呢 其實就在這個 就是 日本侵華的時候寫 嗯 事實上 魯迅呢 他自己的集目裡面 是記錄過他看過這本書 嗯 那個具體的時間 應該是1933年 是 那麼換言之 就是他看這本書的時候 這本書一定是不會遲一個1933年 嗯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各領的角度看 就是假如這本書一入後 預測到 即是說了1933年的東西 之後的東西的話 那麼這本書一定是語言來的 嗯 他最有趣呢 你剛才我們一直都 都 都 講的 那時候都有觸及到 譬如像這些事情的出現呢 就有一件事呢 我們經常都會去考究去界圍的時候呢 就是用一個叫做個體思維 嗯 你去看這個世界 嗯 因為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林幾圖寫的啊 是不是林幾圖講的啊 不用的沒什麼所謂的 寫的啊 但是在東方裡面呢 有個終端思維的 嗯 那個是一個共同體來的 嗯 這個呢 我想如果大家認識東方的思維文化呢 他其實跟那個叫做個體思維呢 是有點不同的 即西方其實很純上個體思維 嗯 東方的大同思維裡面呢 你會看到呢 他有很多 有時候我們研究這些神奇的東西 靈異的東西呢 譬如說 喂 袁天江為何會在文初的時候 做了些這樣的東西出來呢 這樣 那個呢 其實牽涉到我們那個 之前整個文化的裡面 一個很大的 一個思維的想法 嗯 是我們有個叫做共同體 有些東西是可以互通到的 嗯 那究竟真的 這個是不是一個事實呢 其實就 反而是這個有待口證的 是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就是那些 那些不先 扶基 通行這些 那我確訊都是真的 是 但是不等於那件事 那個語言是真的 那這件事大家要很清楚 就是說 現在看到很多扶基 很多語言 那其實基本上 大家就不要太認真 嗯 但是我們目睹那個過程 本身的確是不可思議的 是 如果你看到那個時候 你就不需要信他真還是假 但是你看過那個最重要 因為如果他真的 日後又得認證 如果假的 你便日後笑一笑 是啊 那當然啦 譬如這個通靈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 都涉及到什麼呢 就是一個心理因素 就是對一些事情 或者對一些感情 對一些人物很執著 就是你放不下 所以就要尋求這件事 那最近一套戲就是 居麗夫人 她亦都說是一個 極著名的科學家 但是由於她丈夫死了之後 她放不下 所以她也要尋求 這方面那個 心理的心靈的位置 想用通靈來 找回她 丈夫又回來了 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視之為 一個是 人類心理的需要 那也是一個 叫做一種執著 是一種執著 是一種執著 很多這巨人的事件 其實就 即使我們 我們的朋友身邊 也有發生過 所以大家又不想說 這些東西 純粹是迷信 因為 都可以是 看作是一個 真正的生活的經驗 但是就 不要沉迷 不要覺得自己 整個生活的 都是被這件事 為了 因為大家知道 最後三毛就是自殺 是的 所以就 不知道是 跟這些東西 有沒有關係 有些放不開 最主要都是 是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 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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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